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其实我学生他假如是第一次上课的话 他当然第一次上课 通常都会拿他的八字来批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假如因为我的学生很少是那种初学者 所以说大致上都是有学过八字 甚至有学问八字十几年的都有 他们在传统命学的薰陶下 他们发现到有很多的问题 往往很多人都认为 他们自己所批出来的那个用神 他们原本都认为对于这个用神大运 他们都非常的期待 但是往往一到的时候才发现 根本就不是那一样 犯了那么糟糕的不得了 但往往经过我这样子重新帮他批了以后 他才知道 根本就习记用神的一个状况差别差别太大了 习记用神的一个状况差别太大了 原本在传统学里面可能被认为是好运的 可是实际上一批出来才知道 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为什么会有这一种情况 有的时候批出来会跟传统学是吻合的 可是有的时候批出来又完全不吻合 这一些东西其实照道理 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其实最主要是一个八字的一个结构 八字的一个结构 我们很多人都在学八字 他总是认为天干地支 天干地支他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说你才会说地支有什么根 在天干有什么透出 这一些是在传统学里面 他天干地支他是互通的 天干地支是互通的 但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其实天干地支根本就没有在通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时间学的角度去看 他们两个是独立的 他们两个各是独立的 在时间学里面你看嘛 甲乙丙丁物 他就是一直在轮替 甲石丸就是乙丝 乙丝丸就是丙丝 丙丝丸就是丁丝 他一直在轮替 他不会甲乙丙丁 然后就突然跳到 银 卯 臣 时间不会这样跳 天干永远他都是在跑天干 地支永远都是在跑地支 他们两个他是互不相干的 所以说在时间的一个观念里面 在时间的观念里面 天干他只管他自己的事 地支他只管他自己的事 他们两个是不会互相去打交道的 这一点跟各位在传统命学里面说 学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才会有什么财透出 奇煞透出 或者什么柴有耕 日足有耕 这一些东西 其实他就是把天干跟地支混在一起 他认为是互相通的 所以说他可以地支升天干 天干克地支这一种 其实你在我的命理视频里面 是完完全全看不到的 他们两个各式独立的系统 所以说各式独立的系统的时候 其实真正在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你只会踢天干 会准 一样会准 你只会批地支 一样会准 为什么 其实他们各管的是不一样的一个运程 各管的是不一样的一个运程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只单单批天干而已 很简单 地支没事 就不用批 有的人只看 为什么你只要注意地支 天干不用看 很简单 他的财印就只有在地支 没有在天干 所以他们两个是互相 就是说是不一样的体系 他们是两组完全独立的体系 他是两组完全独立的体系 所以我们并不会把八字作为一个整体 也就是说天干就是天干 地支就是地支 他们两个是完全独立的一个架构 所以会出现了一种问题 就是天干 当你批完了以后 天干会有天干的用神 地支会有地支的一个用神 他这一边就是 他们两边的用神会不一致 两边的用神会不一致 所以说因为两边的用神不一致 才会造成 他才会造成所谓在传统命学 因为传统命学 他是一个整体架构 他是一个整体架构来判断 所以说他认为这个八字是需要加以丙丁 不管是什么金木水火土就对了 他是以金木水火土下去的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是天干跑天干 地支跑地支 他互不相干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很有可能 可能我们批出来天干 地支的用神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甚至还有时间的一个区别 可能他要甲 他要木 结果他只能够用甲木 以木他是不行的 很有可能会这样 地支可能他碰到木吗 他反而是既 很有可能会这样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在一个时间的一个用神上面 天干跟地支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很容易会产生说 在网路上各位都是常在讲 我的用神到底是金木水火土的哪一个 其实就是因为天干地支所需要的用神不一样 所以说基本上根本就没办法这样论说 你的用神到底是哪一个 时间到了该不好就不好 那跟你的金木水火土用神完全不一样 因为 他们两个是一个独立的体 各有各的所需要 各有各所需 不是一个完整体 在八字里面 我们习惯学的是一个完整体 就是天干地支配在一起 他是一个属于共通的 但是在我的学习的理念里面 天干地支是独立分开的 他不是完全共同体 也就是说 有的时候天干财运很好 地支财运很差 有的时候是地支财运很好 天干财运很差 他都会有显现出来 他会有显现出来 怎样 别人看他 我这很有钱 可是实际上可能口袋就空空的 那就是天干财运很好 地支根本就是破财而已 也有的是看起来就苦哈哈的 可是实际上他很有钱 那是什么 天干破财 地支有财 所以他们两个是管不一样的东西 天干与地支来讲管的东西是不太一样 所以说各位才会时常听到 我常在讲的一句话 天干为虚项 天干为虚 地支为实 时常会听到我在讲这一种的话 这一种的话语就是因为天干地支 他所代表的东西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天干是一种表象 大家看得到的 为什么 你看 我们以八字来讲的话 年月日食 日主在这里 天干大家看得到日主 对不对 可是地支没有日主 所以说这个是大家看得到的一个现象 大家看日主是怎么样 可是地支不是 地支是我藏在我内心里面的 地支是藏在我内心里面 所以说必须要跟我熟的人才知道的一些情况 他是我的本质 地支是属于我的本质 私下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特质 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特质 也就是说大家所看到天干其实是一个表象 天干是一个表象 地支为一个实质 地支为一个实质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 我跟各位讲 你学八字 或许你学传统学来讲 你并不认同这一种的一个观念 但是很抱歉 我们都是用这种观念在批你 不是你不认同就表示他不准 各位你要认清楚这一件事 我不认同传统学 但是我并不会说传统学不会不准 他有准的地方 不然他不会流传下来 只是学的人 使用的人功夫到哪里 各位这一点很重要 同样的你学命理学 你不认同这一套学问 不代表他是错的 不代表他是错的 只是你不懂你不会用 我在用的时候大家批命 每个都给我举战 难道我都是用通灵的吗 对不对 所以说各位这一点各位要认清楚 这个就是观念不同 观念不同的一个情况下 不代表对方就是错的 了不了解 你只要用的熟 不管你是学哪一门学派 你是命理心派的也好 你是传统派的也好 只要你认得准 全部都是一级棒 全部都是一级棒 不用 因为你不认同 就噼里啪啪说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错的 假如这样的话 我们的社会是不会进步的 为什么 手机这些都是在无中生有出来的 古人看到 古人就只有飞鸽传输而已 对不对 那是新的东西 他在那边排斥他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说各位你要知道 观念不一样 不代表就不对 观念不一样 不代表不对 就很像很多人 就问我 老师八宅明镜 我说我没有在用 我并不知道 我没有在用 我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 本来我就不知道 我不能够说 八宅明镜很烂很烂 所以说各位你要清楚这一点 不认同不代表错 你要知道这一点 所以 这个就是在八字上 我的一个时间 他的时间体会 这个就是我的时间体会 各位要清楚 八字是时间学 所以说我对时间的定义 天干就是走天干 因为我没有看过 12点以后会跑到中午12点 然后下一点一定是下午1点 我没有看过12点以后会马上跑到11点去的 我没有看过 因为时间他就是一直照着顺序在跑 所以时间没办法做切割 他是没有办法做切割 所以说天干永远都是甲乙丙丁 戊己根心认魁 甲乙丙丁 戊己根心认魁 一直在轮杠 地支就是直丑尹卯城市 无畏生有虚害 直丑尹卯城市 无畏生有虚害 一直在轮杠 我从来没有看过天干会跑到地支 地支会跑到天干 我从来没有这样看过 所以说我并不认为整个八字 他是天干地支一起看的 我并不是这样认为 所以说我们的八字 其实是分为三套体系 也就是天干地支加流年 三套体系都可以独自论命 三套体系你随便学哪一个 你基本上都可以当命理师 而且批出来不会错到哪里去 甚至有一些直断 直断都不用看八字 直断就ok了 都真的连八字都不用看 看了一个日主 就知道他哪一年发生什么事 甚至连大运都不用看 都直接跟他讲 哪几年你要注意 这一些都是因为时间是独立性 所以说会产生的一些特殊现象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话 各位客人都说对就是这样 你可以否认吗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从来没有否认传统命学怎样 但是我知道传统命学有很大的盲点 也就是说各位你们的盲点都是在哪里 用神 问题 用神 你问用神要干嘛 问用神不代表批命 也就是说连命都还没批出来 就在那边指责别人错的 那个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命批出来 客人已经说对了 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差距 你还在抓用神的时候 我已经批完命了 客人已经说对 就是这样子 没错 各位 所以说用神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他不是批命的首要条件 他并不是批命的首要条件 什么叫批命的首要条件 就只要给我八字 我只要这个八字正确 我就可以知道 你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了 对不对 我不需要还在那边一大堆 找用神格局什么 在那边解释一大堆 不需要 这个就是因为派别的不同 所以说观念不一样 观念不一样 我会跟各位讲 不代表你的就一定是对的 我的一定就是错的 而是客人说对就对了 了不了解 你的对象不是我 我的八字不是你教的 不需要你认同 你的八字也不是我教的 不需要我认同 而是针对你所批的那一个人 那一个人说你对了 确实如此 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 所以说各位请在命理这一 这一个学术里面去做实证 不要流于只是学理上的探讨 学理上是没有任何用的 因为学理只不过是纸上探订 真正还是要面对的是客人 了不了解 真正你还是要面对的是客人 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讲了一口的好八字 却是批了一手的烂八字 这一点就是各位要去做的 所以说实证 实证在哪里 实证不需要二十年后 只要一年就好 批他一年 未来一年是不是会印证 去追踪 这才是重点 所以说实证不是在批他过去多准 批他过去多准 不叫实证 而是你批他未来是不是会成真 承真的就是证实你很厉害 假设没有甚至反向 就要自己怎样做检讨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